好 那麼你做好按下Enter之後呢 你看齁 我們右手邊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塗層了 對不對 塗層這個面板齁 你因為選取區還在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 直接幫它增加塗層遮瑟片 所以我說如果你曾經用過貨色料 你會覺得很熟悉 那什麼叫塗層遮瑟片 你看加熱的時候呢 它有不同的選項喔 你可以選擇 欸 這裡 是白色的 黑色的 我們並不要 我們要的是什麼 是選取的這個區域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選電導 下面這裡可以勾起來 我們現在就選擇 我要的選取區域幫我把它轉換成塗層遮瑟片 確定 有沒有 就區域完成了 那麼萬一你覺得 我還有一些不滿意的 因為其實你看 所謂的塗層遮瑟片 它一定是什麼 1.9倍 有沒有 白色代表的是看得到的 就是選起來的 黑色代表是什麼 變透明的地方 也就是我們剛剛選的外面這邊 那今天呢 你可以這樣喔 你看我在這裡 我現在點到這裡 是編輯是後面的這個遮罩 點前面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Photoshop也是一樣的道理 點前面是編輯圓台按照 點後面是編輯遮罩 所以如果你覺得有哪裡還不是很滿意的 比如說像這裡 我覺得這樣不OK 我可以再搭配我們的這個筆刷的工具在這裡 點兩下 好 在這邊 我先把它的選取區 我先把它取消就好 反正我現在已經選好了 就進到這個筆刷 筆刷在這裡 點兩下 好 你可以看看 在這裡 現在筆刷太大了 來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筆刷的尺寸 你可以直接這樣子 也可以直接 它這裡有一個拖曳 如果你 數值比較大的時候可以像這樣拖曳 有沒有 好 也可以 那我現在不需要那麼大 因為這樣太大隻了 我只要小一點點 直接用數值的方式 好 比如說我只要10 OK 按一下Enter 好 那我現在呢 就來這邊 那麼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編輯的是遮罩 所以如果不要的 我就會用黑色的 我就用黑色的 那我可以點到這個 把它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好 放大一點 我們看得比較清楚 OK 筆刷來了 請問 我這樣塗的時候 有沒有有點橡皮剎的感覺 對不對 你就可以在邊緣 再幫它修飾一下 在邊緣幫它修飾一下 那這裡 原本有的 我就用什麼 用白色 所以你看 有沒有發現 塗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 因為圓圖 我們並沒有改它 我們只是透過什麼 圖層折射片這樣的概念 讓它什麼地方該出現 什麼地方 變透明 所以如果你弄錯了 沒有關係 不要客氣 還是可以修的回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這是完全跟Photoshop一樣的概念 一樣的概念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都OK了 那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拿到 我們剛剛的這個 來 我先把它縮小一點 好 我把它縮小一點 那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點到它 可以把它複製起來了 把它複製起來 OK 那你看喔 我們在這裡 我在打開 我們這裡面呢 原本的 我放在桌面上的 這裡 一樣 這裡我們就有一個背景圖 背光的 已經先找好的 像這樣 我就可以來這邊把它貼上 你看 但是在貼上的時候 跟各位以前用過的比較不一樣 它這邊的貼上有分好多種 有沒有 我要把它貼上是變成一個新的圖層 變成一個新的圖層 最後把它貼進來 等一下喔 這一張 遮照轉換的選舉區 有沒有 這樣原本的還可以把它加回來 有沒有 按右鍵 遮照轉換選舉區 把它複製起來 好 點到這邊 把它貼上成為一個新的圖層 等一下 應該是這個 我要掉的是前面 扣到後面去了 來 把它貼上成為新的圖層 這樣是不是就去背就去好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拿到看你要用在哪個地方 這樣了解了吧 好 所以其實 你可以用Gymber去背 其實效果也還不錯啦 也還是可以 那另外呢 你用線上的我也不反對 因為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方式 這樣這個範例的部分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個範例其實最主要我們 就是要會這個而已 其他的那些加製啊 其實應該還好 對吧 那這裡有一個 是像 類似像這樣一條一條的線 有注意到嗎 這是電視線 電視線的效果 那麼在Gymber裡面呢 它內建有這個功能 跟波羅效果一樣 有所謂的濾鏡 你可以找一下 在扭曲裡面 有一個叫做電視效果有沒有 電視效果 電視效果 點一下 好 跳出來了 這樣有看到了吧 預設是橫的 你要直的 你就把它轉彎就變直的 就看你要哪一個 把它套用 確定 這樣是不是就有那個效果了 OK 也不會很難嘛 好 那就讓大家一起來試看看喔 你看看你剛剛的那個 這樣有沒有成功 好 你去背完了 記得你在圖層那邊 你按右鍵 那個圖層那邊按右鍵 有一個叫做加入圖層遮色片 加入圖層遮色片 因為你剛剛已經把它轉換成選擬區了 那我們加入的時候呢 請你選擇就是 它有一個對號方塊跳出來 就是用什麼 選取區域 你已經選取了區域 那它就以那個方式是黑白的一個來源 選到的會變白色 沒有選到的 綠色會變成黑色 請問如果我在那個地方 用灰色的去塗會變成什麼 會變半透明喔 這樣你了解嗎 白色完全不透明 黑色完全透明 中間的色階 256種就會變成什麼 半透明的效果